王军 怎么了 王军 大事不好了 晚劫瑜 晚劫瑜怎么了 凭空消失了 什么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晚劫瑜当真在我们面前直接消失 臣 绝无假话 行吧 都是废物 你下去吧 是 王军 宫里也发现了 但还没有消息传出来 再探 加倍人手 是 怎么会有如此灵犀之事 没有任何被劫走或是打斗的痕迹吗 没有殿下 真没有 怎会如此 九夫人 现在只有您能够劝得住王军了 否则 王军让整个牢狱中的侍卫们都跟着一起陪葬 还会牵连到叶将军 是不是连太后都能凭空消失啊 你们就是这么护卫本王 护卫整个王宫的安全吗 王军 王军 九夫人求见 让她进来 是 宣九夫人 何事啊 王军 您还记得太医的话吗 太医 是 你们都下去吧 是 王军 变化多端 并且 隐约有中毒一身的迹象 可是晚劫瑜并无任何中毒的症状 由此来看 并非是中毒 当初太医在诊断时 小九就觉得很奇怪 也许 晚劫瑜他并非世间人 什么 晚劫瑜 他或许真的不是世间人 当初他来到这里 或许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他也该离开了 如果他不是凡人 那他来到这王宫又是为何啊 为了王军 为我 那为何 王军不愿见到晚劫瑜之时 他就消失了呢 为我 还是为了灵必食啊 王军 小九认为 晚劫瑜并非对王军无情 好了小九 你说了这么多 不就是为了让我不追究世卫 的失职吗 小九这么说 也是希望王军 能够彻底放下心结 那便依你吧 不管他是为何而来 一切已结束 他走了 本王已安好 灵必食业无损就罢了 晚劫瑜之时 以后不必再提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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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dreds 你 我 走 你 来 我来 走 上车和了 放心吧 我酒量好着呢 这月满之日 便是与人团聚之时 只是我都来这儿这么久了 也不知何时才能与故人团聚 殿下 您喝多了 说话都变得闻奏奏的了 这哪儿来的酋液啊 今日王军赏的 他又赏了 是啊 您这次发现了婉结瑜的秘密 立了大功 王军前前后后 赏了有五六次东西 我看啊 王军对您 不是一般的用心 可您为何 总是不肯和王军 大重 你别乱说话 小九是在队月伤怀吗 拜见 拜见 怎么了 小九 拜见王军 又喝酒了 酒喝了一点点 这秋长 绣得不错 你穿着就是与众不妥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还少了一件相配的配饰 王军 这是本王让工匠特意打造的 金蕾丝酒风垫簪 喜欢吗 看看 这赏赤太过于 太过于贵重 小九承受不起 这酋肠 和这华簪 天作之合 本王说你受得起 就受得起 多谢王军 我 我 我 没有 是 我 我 有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別跟著了 糟糕 王君要幹什麼呀 本王剛剛進來的時候 小九是在思念什麼故人嗎 本王一直想問你 你心中 到底曾經有過誰 不管你心中曾經有過誰 以後你的心中 只准有本王 今夜 讓本王留下來好不好 萬人 天 是 是 是 小秋 小秋 等什么呢 晚上还想住这儿啊 回慕宁殿 是 糟了 该不会我和王军 沐云 沐云 殿下 您可算是醒了 这都已经四十了 沐云 我问你 昨晚 王军是否留在这儿过眼 还说呢 殿下 我都佩服您 您说 昨晚王军赏您这么多好东西 晚上好不容易留宿 结果 结果什么呀 结果 他待了没一会儿就出来了 您倒好 昨晚喝多了 直接睡着了 我睡着了 真的假的 那还有假 王军昨晚出来的时候 脸都是铁青的 还是奴婢伺候您睡的呢 还好还好 什么都没有发生 天助我眼 殿下 您怎么 怎么还开心呢 王军对您的心意 殿下当真不知道吗 王军 你对我情深一种 我怎会不知 可我对你的心意 恐怕你此生此世 都无从知晓 不用带了 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 殿下 您平日里总不爱打扮 这次王军 特意送了您这凤簪 他也是一片好心啊 您现在已经是九夫人了 总该有一些夫人的气派不是 这三子衬着您的美貌 让我想到了一句诗 你还会吟诗啊 巧笑倩兮 美目叛兮 我看我们家殿下 当得如此评价 你就竟会说些好听话 哄我开心罢了 太后驾到 太后 驾到 太后 九夫人到 好 臣妾拜见太后 抬起头来 这凤簪 这凤簪 倒还精致 起身吧 谢太后 这凤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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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夫人 这么长时间了 本宫都没有来看过你 是本宫疏忽了 是小九心情顽劣 礼数不够周全 没能去看望太后 万望太后恕罪 人倒还算聪明 本宫一直不知道 你是哪里人 小九 出生于成羽国的 一个边境小镇 小家小户罢了 小家小户 那你父母呢 我父母去银欧四海了 再具体的 小九也不知道 是吗 这世间还有这等歧视 那这么说 你现在连个娘家都没有了 怪不得 本宫一直觉得 你的言行举止 和宫里的其他嫔妃不同 你出身卑微 却获独宠 众嫔妃已经颇有微词 九夫人 你现在可不是 什么山野中的小丫头 而是成羽国的夫人 这平日里 要更加地温良公俭 勤勉和顺才是正道 妾莫为求专宠 而是一些不堪的小伎俩 明白吗 是 臣妾明白 明白就好 好 臣妾恭送太后 快吧 品着 昌恸 你提议的在王陵家派人手 变化守卫方式 本王觉得很重要 本王允你放手去做 是 这味道是 你的伤 臣近日巧得了一个 治疗伤疤有奇效的药膏 这是小九专门为王军 研制的木符纹花糕 真有幸 本王开心似的 让小九为王军附上吧 嗯 好 小仙在天上见小殿下愁思 可是遇见了什么难题啊 我不想坚持 太难了 当初我让你不要来 你不信偏要下凡 现在 尝尽了这人间的疾苦 滋味不好受吧 我算是看明白这些画本里 亲亲我我的情啊 背后尽是些故事和心酸 小殿下这是越陷越深了 所谓长痛不如短痛 你对宋玄人太过仁慈 你若不早些把她伤害了 帝君的情节 要到什么时候才立完呢 可是这爱而不得的滋味 实在是太难受了 情节历尽之时 才是小殿下彻底解脱之日啊 说 think 彩尼 嚇 驚 你说的玄妙之地就是这啊 是啊 这真美啊 我一直以为 人间景色不过耳 而此处之美 竟不亚于九重天 之前我若心虚不佳 便会来此 看看观山斜阳 听听风生月儿 有时候就会觉得 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这样的绝妙之地 你是怎么找到的 有一次 我虽富出众 却没想到阴战激进 受到了父亲的责罚 那时候年轻 我就蹿马来至此处 当时的我 就和现在的你一样 像一个人敬请 秦田 你脸上的八块好了 多亏了你的穆芙蓉花糕 不客气 小九 他带你不好吗 他带我极好 可能是我根本就不属于 那个王公吧 怎么了 你藏了什么东西啊 没什么 一个小玩意儿 原本想送予你 可是一直没有机会 送我的东西 你还想收回去啊 真好看 是吗 嗯 我以为你看光了宫中精致的物件 会不屑一顾呢 怎么可能 你想多了 好看了 你喜欢 嗯 你喜欢就好 好 小九 嗯 如果有一天 你不愿再待在王公 可以随时来找我 嗯 太阳快漏山了 想必这山间到了夜晚之时 会有些寒凉吧 你想回去了 没有 我想在这儿看看繁星 在王公里 根本就看不到几颗星星 你让我在这儿多看一会儿 好吗 好 好 王军 歇息吧 今夜 去月华宫吧 是 百驾 岳华宫 殿下可算回来了 王军 王军 是 一个个的都哑巴了吗 没听见王军问话吗 九夫人一个大活人到哪儿去了呀 嗯 丽氏大人 今天早上 九夫人出去的时候 和我打了个照面 她说什么了吗 夫人说 说她想出宫去散散心 说是 说是去找一个人 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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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不用再送了 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更何况保护你的安全 原本就是我的职责 其实 今天很感谢你 这是我进宫以来 最开心的一天 还有 谢谢你的礼物 小九 嗯 记住我说的话 如果你有任何不开心 一定要来找我 见过王军 回来了 去哪儿了 臣妾在宫里待着闷 所以出宫玩了一趟 你一个人 是 一个人去玩 你一个人怎么能玩得这么晚呀 我听到有一家酒楼在说书 听得大概是入迷了些 忘了时辰 所以回来晚了 哦 那是什么戏 能让小九听得这么入迷啊 是讲一个君王与美人相爱的故事 君王和美人 是 一时听得太入迷了 所以就 还买了个镯子 路过一下店 看着觉得漂亮 所以就顺手买下了 哦 本王还以为 小九不喜欢这些宝石俗物 原来不是不喜欢 只是不喜欢本王送的 王军 罢了 你休息吧 本王先回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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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